全民再續就書接上一回 此而非樹底下這條毒蛇日後 出來傷害了真妹 暗暈一身珍氣的手掌上 一掌就拍在樹根上 利用那些可以隔山打牛傷人的趨心掌 將一個洞裡的蛇打死了 這陣子小琴練完內功便下樓 見到痴兒和莫文在說話 姐姐少爺,你們在說什麼? 莫文說 沒有,我們在說一個潛在的敵人 潛在的敵人?誰呀? 不要緊,他已經死了 死了? 小琴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這樣到姐姐和少爺一早起床 怎麼會說這件事呢? 就說,姐姐到底敵人是誰呀? 痴兒就指一個樹根說 是一條毒蛇 小琴其實比莫文更害怕蛇 何況一條有毒的蛇 他一聽說本能成果彈開 很緊張,瞪大眼睛看著樹根說 在…在哪裡呀? 你怕什麼?你看你的樣子呀 死了 你…你怎麼知道他死了? 我打死的 莫文說 妹妹,不要說了 真妹已經在打水來了 我們上樓去疏洗吧 用個早餐,我是不是還要去賭場玩的? 姐姐呀,你不去呀? 我不去了 我一去,恐怕你們就玩不成了 就算妹妹你要去 都要扮成一個兒書童的樣子 要不然,你一入賭場 就有大打出手 別想玩了 痴兒說 沒錯 要不然,我們吃的、用的、住的 就沒有錢走數的了 小琴就說 少爺,你真的這麼有把握 一定會去贏錢的 噢,不去贏 我去賭做什麼? 真是的 這是一般賭徒的心理 不想贏錢去賭場做什麼? 好了,痴兒和小琴吃過早餐之後 打扮妥當正想去賭場了 是嗎? 事情偏偏有這麼對的 他們本來去賭場想找陰掌門人來負氣 怎料現在先有人來找他們負氣 話說這陣子 不知道哪裏走來一位富豪人家的公子哥爾 還帶了一批家人、時衛 兩位做保鏢的武林高手 一班人來到紅運客棧就要投宿了 還要這樣 偏偏都不看中 偏偏是看中莫文他們現在住的這個庭台樓國 一定要住 店長鬼小儀就解釋說 這裡有人住了 住在另一間 這個公子哥爾 不就是目中無人 或是扯著自己權勢 又以為自己可能很有迷 整面嬌說 住了人是怎樣 叫他們搬出去 本少爺一定要住屋 店小儀就說 人家已經交了十幾日訂金了 很厲害 退回去 少爺沒有銀子給你嗎 長鬼有點為難 對店小儀就說 阿彪 那你去說說 看那位少爺小姐可不可以讓房間出來 住去另一個角樓 好 那我儘管去試一下 慢著 本少爺和你一起去 他夠膽不搬出來 店小儀唯有那實堂味 因為來這個就不是一般的公子哥爾 其實他真的很兇 是胡廣報政司的三公子 報政司很厲害 都是中央級人馬 不得罪得 他的兒子 要錢有錢 要小有小 任性霸道關 他說一不二 沒有人敢反抗 而且報政司的夫人非常喜歡這個兒子 更加養成了這個臭小子 嬌橫得不可一世的惡習 他到來這裡 連長沙之苦都要讓他三分 這位三少爺來過長沙三次 每一次到 都是住這個紅雲客棧 亦都是住開幕民現在住在這個樓角 這一次他來欣賞岳陸山的風林 一來到長沙省 他沒有去通知長沙之苦 直接帶著一群家人 時衛保鏢 就來到紅雲客棧 並且將後院的其他兩處樓角都包含下來 他自己就要住莫民這裡 整個紅雲客棧只有三棟庭院樓角 最近這陣三少爺 吵冤八斂 帶人進到莫民住這個庭院 真沒一見到 立即攔著說 喂喂喂 你們什麼人來的 怎麼會亂進來的 攔開 本少爺要住這裡 啊 這裡有人住了 叫他搬走 啊 這個阿彪哥 到底是什麼回事啊 那個店小二彪哥呢 苦口苦臉說 三少爺一定要住這裡 真沒 不如 你見裡面的少爺小姐 你沒人讓在這裡 那些羽羊圈的房間出來 那真沒呢 就是去年才來做事 所以他不懂報政司的三公子 他說 那怎麼可以啊 人家住落 怎麼叫人家出來呢 你們不可以住其他地方嗎 这只莫文和小琴的痴疑听见这么吵,出来问。 真妹呀,什么回事呀? 这阵的真妹就说,小姐,你们来得对了。 这位人说要住这里,叫你们搬出去。 莫文还没说,痴疑就先叫。 干吗?叫我们搬? 我们给了你几天房钱,干吗? 那三少爷一见莫文出来, 即使眼睛都瞑了。 好像云拍没了, 麦大的死人嘴说不出说话。 为什么? 又不是衰色咯。 她从来都没见过这样令人烧云夺拍, 美玉天仙的少女。 三少爷都见过很多知荣绝丽的女孩, 无论是王府千金,大家龟兽,小家碧玉, 乃至清流艳妓的美女。 个个都不及眼前这位天然风之, 无味绝逐,笑容夺人的女人。 她现在根本听不到真妹和痴疑的对话, 眼里面只有莫文一个人。 这阵三少爷旁边有一位师爷对于痴疑说, 你们给了房钱都没用, 我们三少爷叫你们走就要走。 那我们在哪里居住? 或是你和我走出去, 去哪里居住我不理你。 姐姐,我们是不是真的要走? 莫文这阵呢,微微摆了唐尾, 她知道眼前这位一定是个娇蠻無理, 目凶一切公子哥怡。 而且看她的样子, 不是一般富豪人家的子弟。 从她的衣着,随从打扮来看, 恐怕都是某位金官大臣, 皇府宫后的子弟。 这样的人固然讨厌,但得罪了他们也认真麻烦 莫文就不想为这样的人大闹长沙 凭了自己要杀碧眼老摩的大使 哎,忍你一步海阔天空就说 算了兄弟,既然人家叫我们走,我们就搬走 小琴就不信了,姐姐,不是吧,我们真的要走 你就算真妹也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个幕女客这么善良呢 但是那个彪哥姐店小姨就开心了 她肯走,那就不用自己这么麻烦了 马上笑口时时说,小姐,你这么会大体 在这里我多谢小姐了 小人会跟你在小姐前面安排一间上等客房 等你和小姐住下,跟你换一换 莫文就笑着,怎么说 那就麻烦了小二哥了 勤妹兄弟,我们就上桌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 谁知道这三少爷好像突然醒过来猛摇身 都说,哎,不用,不用,不用 你们不用搬,只管在这里住 我这样一说,莫文小琴就知道这些意外 店小姨和真妹又更加不明白 就算三少爷身边的人都觉得奇怪 莫文一看三少爷的眼 由始至终都未离开他身上 知道他恐怕不坏好意 莫文微微笑了 哦,我们不用搬扯吧 那多谢,那就是说你不住在这里 啊,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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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美女,你一个人不用搬扯 接着他纸越痴和扮成一个书童的小琴说 这两个人要扯,扯得越远越好 莫文一听 那一双眼珠一终 已经有个小小杀意在这里 还笑着说 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住 我住在这么大的地方吗? 嘿嘿嘿,有我陪你住 莫文心想,是啊 看来我不想大闹长沙都不行了 他都没想着下面怎么对付他 就快这阵 一条人影像流光一样突然飞过来 那个三少爷被人盖了两把 打到他又温头转向 掩着他嘴上眼睛了 因为他从董人世以来一直没有人打过他 更加没有人欺负他半条毫无 这一次是他有史以来破天荒被人盖 还要盖得这么硬 不单只他眼睛了 连带来的那些家丁保镖 个个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一时间就真的非常出奇了 大家定神一看 打三少爷的人 居然是个面带欺笑十五六岁的小蚊子 大家可能猜到是谁了吧 没错 打他的就是那个小怪物 莫文心里面暗暗欢喜 有这个小怪物 你也承介这个贵公子实在太好 因为不用自己和小勤亲自动手 他非常会意地向着万里无形挖了眼 他只是说你好 这一阵的三少爷 六大一对眼 掩着那两块面已经肿起来了 看着那小怪物 说 蛤 就是说你打我 他直接不敢相信 因为万里无形的幻影魔掌神功 真的太快 他簡直看不清楚 他也搞不清楚 他被人掩着两巴掌神功 他被人掩着两巴掌神功 才看清这个小怪奇的小蚊子 在这个面前 万里无形的笑 嘿嘿 你以为是谁打你 当然是我 怎么样 打得应不应 真的你打我 是啊 要不要再打你两个人 三少爷就怀疑眼前 这个小蚊子一定是瘋的 不是瘋的 为什么这样打自己 他整个弹起渴的家人笑 你们给我出力打死他 打死他 和我把他扔下双杆 哇 四个鱼狼似虎的恶奴 就一起涌上了 一轮拳打脚踢 好像暴风雨 拳打 就在万里无形身上 最初你还听到无形 奇奇笑 嘿嘿 打得好啊 哎呀哎呀 真的打得舒服了 最后就听不到他说话了 硬直直睡在地上 他说话不动 而这阵这四个恶奴都打得全身无力 一见他不动 他就一起停下手脚 其中一个说 三少爷 你瘋子死了 是不是把他扔下双杆 是 打他 和我扔下他 这阵的店小姨和真妹 面识都变了 店小姨不出声 真妹有些不害怕他说 糟了 你们打死人 还敢把人扔到缸里面 你还有没有黄法 表哥 快去官府报告 这里出了人命 怎么知道三少爷冷笑 嘻 半少爷打死的瘋子 有什么厉害 我打死一任知远 半少爷都不在乎 走 让我把他扔走 那四个恶奴弯低腰 正想去拖慢你模型 那小怪物突然间在地上一弹起 像拍脚踢 啪啪啪啪 把四个恶奴全部拍到踢飞 然后他笑奇奇说 嘿嘿嘿 慢着慢着慢着 我都没死 敢就扔我到缸里面 这个突然的变化 除了莫文小琴和痴儿微微笑不出声之外 其他人全部客侧 就算做保镖那两个武林高手 他都不明白 这一阵无影就问三少爷了 喂 你打架我没有 打架就跟我一个一个 拔出你的庭院 最好有多远是拔多远 不要让我一长沙时间见到你们 你…你说什么话 你叫我拔 是啊 立刻拔的 你知不知道本少爷是什么人 就算你皇帝也不说 你造反啊 造反啊 喂 你这些人干什么 死的 跟我上 把这个臭小子乱刀斩死 本少爷看着他们的碎尸把断 那四名侍卫拿刀就一起撲上去 四把纳纳的刀 几乎一起向着万里模影就这样斩下去 怎料这个模影伸人一闪 四把刀全部落空 不见了万里模影的踪影 那不但四名的侍卫眼都砸起来 所有人都不明白了 咦? 难道你的癫子不是人 是鬼魂? 为什么不见了? 还有啊 不但他不见了 这日连三少爷都不见了 哦 那些家人士为保镖和那个师爷就慌了 三少爷不会被鬼魂摄了去吧 如果是怎样报证师大人交代啊 哼 怎料就在这一阵 万里模影在他们头顶那棵树上说 喂 你们不用找啊 我在这里啊 你们三少爷都在啊 大家恶沟头一看 哎呀 这个瘫仔 真是坐在一个横丫那里 三少爷正在他手中 不动得 又不叫得 原来的万里模影以不可思议的心法 不单只称走了三少爷 更加封了个月位 擒上树 那些家人就想撲过去 那模影一顺便说 喂喂 你们别过来啊 否则三少爷只剩一条师 啊 听着啊 有两个保镖的恶沟头叫 大家不要动啊 你们不想三少爷一条命吗 那些人一起停一手啊 这一阵有一个标诗向我们 万里模影拱弓手 我说 请小壮士放了我们三少爷 我放了多少都可以 但你们全部能和我拉出长沙虎 行不行啊 小壮士 你放了三少爷我们再说啊 嘿 看来你都做不到主了 还是我来问一下你们三少爷呢 我万里模影讲完 对着三少爷的雅月一拍 就说 喂 你说得了了 拦不拦到长沙虎啊 嘿嘿 你得罪本少爷 知不知道有什么效果啊 我当然知道 最多就是死 刚才你也想乱刀分我一条死了 何止啊 我 我要抄斩你门门 车 我都不是长沙虎人 亦都不是胡广人 来去无影无踪 你怎么抄我门门呢 现在我可以叫你马上死 你信不信啊 说完 万里模影的手里面 哎呀 不知何时多了一把纳纳的匕首 一贴就贴在三少爷的面那里 寒气入肌 那个三少爷的客人都云飞拍散啊 这个骄傲慢 惯了个豪门桂子 何时见过那种场面呢 就说 你不要乱来啊 你快点离开啊 下面那帮保彼都说 小壮事 小壮事 千万不要乱来啊 千万不要乱来啊 那模影说 怎么样 你脱不脱啊 下面那帮保彼一咬牙就说 好 我们离开长沙 你快点放了我们三少爷吧 那模影用个匕首的背面那里 拍了三少爷的面一瞎 三少爷几乎吓了过去 模影就问 他说不算数 我要你说 要不然 我先在你的面上画一刀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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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模影又对树下来 听见什么 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现在去城北交易楼阳河边 去找你们三少爷吧 我来等你们啊 如果你们再敢伤害这个庭院 任何一个人 不要怪我杀了你们三少爷 再回来杀你们 什么 万里模影狂圓 那把匕首一银 大家看到韩光 一闪 利用匕首在保镖市卫的头顶掠过 嘘地兜了一圈 又回到万里无影的手中 但是布表和侍卫的头巾 被这道寒光削了一字 有些连头发都没了汁 整把头发的鬼都散了开来 那帮人大吓一吓 吓得面无人色 知道今天碰到这个不是什么瘫子 是武林一流的上乘高手 可以飞到拿来的命 这就是无影的渴 我要杀你们轻而易举 还快和我滚去城北楼阳河边 那帮布表说 但是我们三少爷 放心 我不会想他搬一条项目 到时完整给你们 万里无影光源 身形一闪 在树丫上一旦弹弹上对面瓦背 再一眨眼 不见的人影